《琉璃琳》 稀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 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高考的前几天 有群学妹来班里跟陆成告白 我收拾着书包,不知不觉也跟着哼了句 我也好喜欢你 嬉闹的人群突然安静 意识到不对劲,我抬头 包括陆成在内,一群人齐刷刷地看向我 很是惊讶 尴尬中,我看到了学妹手中的漫画 和陆成手中的笔 才意识到我们说的不是一个喜欢 果然,学妹甜甜地问道 学姐,你也喜欢陆成学长画的漫画吗 我看着自己空荡荡的手 开始瞎编,对呀,对呀 我超喜欢的,那个,可 实在编不出来,只好装壳 我画过她,但我没看过她的画 有次无意捡到她的画册 还没打开,就被她拿走了 学妹们以为自己又多了一位团员 很是高兴 不停地问,那学姐,你看到哪页了 最喜欢哪个角色 我张嘴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一个不经意与陆成对视 她双手还胸,索性靠在椅背上 好整以暇地看着我笑 那双看狗都深情的眼睛 似乎洞悉了我心中的想法 却又懒得揭穿 看我嘴硬到什么时候 终于,有个胆大的学妹很大胆 她说,学姐,你不会是喜欢陆成学长 刚刚在告白吧 几个小可爱反应过来无嘴尖叫 哎呀,突然好想磕怎么办 我瞬间红了脸 刚才有多勇,现在就有多怂 我假装正经 哈哈,是的,我喜欢你们陆成学长 但是就那种同学之间的喜欢哦 大家不能早恋 几个学妹都是人精 相互对视过后,无嘴跑开了 独留我和陆成在原地大眼看小眼 不,是她意味不明地看着我笑 而我,在看脚趾扣地 人稀,她看了我许久 突然收起笑容 你上次是不是也说过同样的话 啊,我猛地抬头 有些不知所措 我以为那次她睡着了 当时班里就我们俩没去上体育课 我本来是想找她问问题的 结果看到她闭着双眼趴在桌子上 怪那天的阳光太过明媚 斑驳的光韵洒在她脸上时 完美的轮廓尽在金光里 让人着迷 我心跳加速 情不自禁地就说出了我喜欢你那句话 事情过去这么久了 我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没想到,她听到了 两次被抓包,我不再嘴硬 鼓起很大的勇气,想开口承认 这时她哥们陈卓出现在教室门口 走啊,陆晨,球馆都约好了 磨蹭什么呢?快下大雨了 我像抓住救命的稻草 拿起书包想跑 被陆晨叫住,跑什么? 话还没说完 陈卓的眼珠在我们俩之间来回转 露出细血的尖笑 你们俩,搞事情啊 陆晨斜了她一眼 她实相地说楼下见,走了 我听天由命般等候陆晨发落 结果她只温柔地说 把书包给我 什么,我傻眼了 我以为她就算不骂人 也会像往事拒绝别人那样 好言相劝 谁知她就这样很自然地 接过我的书包 对上我诧异的目光 也只笑着地问,晚上有空吧 下周高考 老师给我们放了三天假 除了好好休息让心情放松 我没有其他的计划 有 那就好,她边走边说 雨越下越大 我跟在她身后 经过通往校门口的避雨通道时 我看到有老师在 就故意跟她拉长了距离 导致她说的话被雨蓬的杂落声掩盖 我只断断续续地听个大概 一心学习 不,谈恋爱,我们顶峰相见 攻略发给你 直到走到学校门外 我才终于听清了一句 天气预报说两个小时后雨会停 但我已经无暇顾及两个小时后的天气了 一心琢磨她话里那句顶峰相见的含义 到底是在婉拒 还是等高考结束再决定 许师看我恍神 她顿住了脚步 怎么了 没,没事啊 给我妈发消息 我刚才的话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 你说顶峰见 她点点头 指着不远处沉着给他们打的车 礼貌地叫我上车 说先送我回家 我摆摆手 不用了 我妈堵车 等几分钟就到了 好 到时候联系 说完她把书包还给我 上了车 回到家看我闷闷不乐 号称顶级恋爱军师的表妹 闻着胃就来了 是否需要效劳 我把事情的原委跟她讲了一遍 表妹拖着塞 给我分析 她没有完全拒绝你 是在给你暗示 但是如果你们俩能考上同一所大学就谈 不然可能很悬 我觉得表妹说的有道理 我跟她成绩本来就相差不算很大 考上同一所大学还是有希望的 有可能她真的在暗示我 于是我决定利用剩下的三天时间 奋发图强 匆忙扒拉了两口饭 我当即投入学习 杨琪约我去琪院 我都没理她 怕她打扰 我还把手机设置静音 埋头苦学了两个小时后 我看到陆成发来的消息 陆成 行动了吗 要给你攻略吗 她果然对我有意 居然监督我学习 她说的攻略 应该是白天说的学习方案什么的 那些我有 人稀 不用 为了证实我在行动 我拍上这几个小时的做题战果 发了条仅她可见的朋友圈 本来跟朋友有约的 但为了能跟喜欢的男生在一起 推到了所有约会 只埋头学习 希望我能考个好成绩 跟她考上同一所大学 我的暗示已经足够明显 等着她的回应 几秒后 她在那条朋友圈下评论了剧 干得漂亮 我心花怒放 赶忙去聊天框 再给她发消息 结果 我被删了 我反复盯着那个红色感叹号 陷入了沉思 我叫来表妹 她看了一眼 叹气 失算了 人家是在婉拒 那还多于问我行动干嘛 那不是人家想给你出学习方案吗 结果你发朋友圈告白 搁水 谁不害怕 明白了 她白天拒绝我的时候 以为我听懂了 所以晚上就放心的来关心我的学习 结果我一通乱告白 她怕我死缠烂打 索性把我删了呗 对 就是那个意思 以前经常听人说 她拒绝别人从不说狠话 都是好言好语的 劝别人好好学习 我还不当回事 今天算是领教导了 下次有机会 我一定告诉她 拒绝别人的时候果断点 不然容易让人会错意 我愤愤不平地发泄了一会情绪 调整好心情 又继续投入学习 表妹不理解 都被拒绝了 还那么卖命干嘛 为自己学呀 人生的目标又不全是爱情 就算被拒绝 也要努力考个好成绩 等到跟她站在相同高度的那天 就可以理智气壮地告诉她 我做到了顶峰相见 但不是因为你 多酷啊 几天后迎来考试 我发挥的还算比较平稳 路程却好像不那么顺利 在考场外遇到她 我听到她在咳嗽 还戴着口罩 她没有打招呼的意思 正好我也不想 我听到她和陈卓的对话 陈卓庆幸地说 你命真大 连着感冒了三天 还好考完了 不然有你的 怎么搞的 好好地在这关头生病 不知有意无意 陆成怨恨地瞥了我一眼 被腰风吹的 莫名其妙 但我有点想笑 杨琪说要追我堂弟 当晚就拉着我去球馆 看人月打比赛 在那里遇到了陈卓 和她的一群朋友 我们一起拍了照 他们俩还发了朋友圈 我下意识地往陈卓身后看了看 庆幸没有陈晨 说不上为什么 就是不太愿意跟她见面 结果还是庆幸的太早了 杨琪和陈卓天南地北还没聊完 陈晨就来了 我抬眼一看 好死不死 目光正好与她对上 与我的尴尬不同 她朝我和任月这边看来的时候 眼里好像带着杀气 不是 我有点想不明白 我是喜欢她 但既没纠缠 也没强迫她爱上我 她凭什么对我有那么大的敌意 我把想打招呼的话咽了回去 自顾地给任月拿护膝 老陈卓看到她 也有点惊讶 感冒好了 陈晨划着手机 在观众席坐下 正好在附近 陈卓顿了顿 看我一眼是吗 还以为看到我朋友圈才来的 语气有点玩味 被陈晨狠狠地弯了回去 真凶 球赛的前小半场 一直是任月的那队在赢 陈晨叫了暂停 她把人换下来亲自上场 陈卓有点担心 你敢冒着呢 问题不大 她当场换了球衣 我看到了她的腹肌 八块凹凸有致 肌肉线条分明的腹肌 没想到她脱了衣服 身材这么好 我看直了眼 平时最喜欢看帅哥的杨琪 却跟瞎了眼似的 完全不当回事 一心在任月面前装淑女 独留我一人 被陈卓抓了包 看陈卓在那憋笑 陈晨顺着她的视线看过来 还放慢了 把衣服拉到底的速度 我红了脸 直到她脸上露出得逞的讥笑 我才意识她是故意的 她明知道我喜欢她 既居又调 指定有大病 我恨自己不争气 都被人拒绝了 还在这饭花吃 既看又看 为了给自己捡回脸面 我拿人月就场 故意帮她擦汗 用毛巾擦呀 不然我们女生容易脸红 其实人月那点白花花的肚皮 没什么看点 但人月知道我的尿性 只愣了几秒 好像明白了什么 笑嘻嘻地把头低过来 陈晨上场后 人月被欺负傻了 她每次跟陈晨交锋 连球都摸不到 陈晨似乎有始 不玩得牛进 动作还帅得过人 每次投完篮 还掀起一百擦汗 让人 你流口水了 杨琪说 不可能 帅是帅 人品不行 我打死不承认流口水 嘴比在场男生 还硬 你们俩到底什么恩怨 让我家人越被虐惨了 杨琪很愤怒 我只好骗她 她暗恋我 但我不想谈 我要好好学习 姐 快醒醒 她是不太信的 最后 人越那堆疏惨了 结束时 人越瘫坐在地上 咬牙切齿 你们学校的 这是什么人啊 老西 我警告你 以后不要让我有 叫她姐夫的那天 嘿嘿 放心吧 傻弟弟 人家看不上你姐 那她是跟我们老任家有仇 有没有仇的 我不知道 但她有腹肌 就在我不远处 又开始明晃晃地掀衣服了 该死 散场时 陈卓提议一起吃饭 杨琪说 有事先走了 我还以为陆成要回家养病 结果静也去了 会喝酒吗 刚坐下 都来不及相互介绍 陆成就问任越 好像根本不想知道任越的姓名 只想跟任越较量 还不让陈卓插手 难道知道任越是我弟 单纯想欺负 搞不懂 任越愣了一下 谎称 不是很会 其实这小子在家里 经常跟爷爷喝点白酒 酒量还不错 我终于知道 他非要拉我来的原因了 他找到了报复陆成的机会 陆成还上当了 立马就叫人上了酒 我有点担心陆成身体受不了 又不好明说 只能劝任越 猪 你别喝了 猪猪是任越的小名 我们全家都这么叫他 显然任越不想放过难得的机会 就喝一杯 我挡住他的酒杯 不行 怕他不听 又附在他耳边劝 人家感冒了 你还趁人之威 任越不服 白了我一眼 刚才他在球场欺负我 你怎么不说他感冒 那我也管不了他呀 咱们老任家来当好人算了 你自己当 劝不动 偏偏陆成还不知好歹 这么心疼你家猪 看他傲慢的样子 我语气也不好 那是 后来他们喝了不止一杯 可能任越说的对 陆成跟我们老任家有仇 他一副喝死任越的样子 我和陈卓谁也拦不住 看着高大的人越 陈卓替我担忧 你家猪你能拖得动吗 可以 你帮我扶进车里 我打车到地下车库 直接上电梯 他真是你家猪 你们住一起啊 嗯 我打着游戏胡乱回复 住对门 但我们两家从不关门 也算住一起吧 陈卓挠着头 自己在那嘀咕 那天看到你和老陆俩人有点暧昧 还以为 看吧 不止我 很多人都会错意 我跟任越走时 陆成都说最话了 小人哥 羡慕你 可能我耳鸣 总听成现任歌 但我不知道 他羡慕任越个什么劲 那天过后 再去球馆 没再见过陆成 也很少遇到沉着 只知道 那天大醉过后 陆成又感冒了好久 十几天后 在群里 得知我和陆成 考上同一所重点大学的消息 爱牵红线的人 还撮合我们俩在一起 都这么有缘了 你们就谈个吧 该不会私下谈了 一起填的志愿吧 以前就经常看到 他们俩眼神拉丝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 越说越离谱 陆成忍不住出来澄清 高攀不起 笑死 玩阴阳怪气是吧 我不一样 我就敢说真话 望而却步 闻到十足的火药味 他们识去的不再说下去 杨琪和任越 也考到了一个城市 杨琪的脸都快笑烂了 天天找借口来 我家又不敢告白 我说帮他提醒任越 他也不让 结果就是 我陪跑了一整个暑假 他们俩手都没牵上 无语 开学后很长时间 都没见过路程 我们同校不同系 离得不近 一开始 我们是没有什么交集的 我忙着加入社团 后来还加入 学姐创办的 自媒体广告工作室 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根本没空去关注他 直到一条校园随访 又把我们俩扯到了一起 还冲上热搜 有个博主得知 我跟陆成这个学霸帅哥 是高中校友 便来采访我关于陆成的一些事情 我把陆成瞎夸了一通 博主问 那缺点呢 我评价 自傲 我和陆成入学后 各自就有点小伙 所以博主的这条视频 有点流量 有人在底下评论 为公平起见 建议也采访一下陆成 两天后 博主又去找陆成 询问对我的看法 结果那小气的家伙 连一句恭维的话都不说 来了句引人遐想的 花心 视频因此冲上校内热榜 计算机系的 还说我扎了 他们寄草 忍无可忍 我出来回应 他看不上我 没有扎他的机会 陆成也跟着反驳我 倒反天罡 切 喝 我们俩来回喷 这个视频 火了好几天才消停 后来学姐 接了一个计算机系的广告单 带我们去跟对方谈项目 冤家陆宅 在那里又遇到了陆成 眼看我想去找他交锋 学姐劝我 以大局为重 陆成倒是淡定 只匆匆扫了我一眼 又继续跟旁人交谈 我跟在学姐身后 让学姐去跟他们交涉 那顿饭 学姐和陆成侃侃而谈 别的不说 不得不承认 这家伙确实有超尘波俗的姿色 随便往那一做 就吸走了别人的秋色 该怎么形容他认真专注的那种气场呢 大概就是玉树临风 风流倜傍 温文尔雅 以表堂堂 文质彬彬 气语不凡 急一身吧 呸呸呸 我怎么还长他人威风起来了 学姐能力也很强 项目很快就拿了下来 我负责的那部分工作 是撰写宣传稿 活不算很多 屁是贼多 不知道是不是有意缓和我跟陆成的关系 学姐还让我负责 跟他们对接 我又多了一份记录的工作 我跟陆成又重新加上了微信 除了上课 我每天不分白天昼夜的给他提供服务 他是那种很挑剔的人 经常因为一些可以忽略的细节来找我麻烦 我甚至怀疑他是故意的 终于再一次 他提出修改主页的某个调色 我们爆发了争吵 当时已经晚上11点半 那天我和学姐上门回访另一个项目回来 没赶上门禁 俩人被客户数落了一天 他男朋友还跟他闹脾气 我还病倒了 学姐拖着疲惫的身体 陪我去打点滴 这时陆成发来了微信 他让我想办法马上改一下色调 我气炸了 给他打句语音 你能不能看看现在几点了 我们不需要休息吗 是接了你的活 没打算把命卖给你 那头被我骂得有点猛 他停顿了一会 说请你冷静一下 谁不需要休息呢 你以为我闲得慌 才在这点找你吗 我们团队已经几天不合眼了 就想让你在这个紧要关头 想个办法帮忙配合一下 不行 你可以拒绝 有必要发那么大的脾气吗 你一直都对我挺有意见的 一直 是吧 人稀 给姐整笑了 谁对谁有意见 谁心里清楚 学姐看我情绪波动太大 过来劝我 好了好了 别气了 等下针头回血了 又接过手机跟陆成道歉 不好意思 我来想办法让人给你们调色 小夕他今天不舒服 语气有点冲 别见怪啊 陆成语气软了下来 他怎么了 今天太累 胃病犯了还发烧了 你们在哪 学姐给他报了地址 我没想到他会来 还买了宵夜 高大的身影照在我面前 他说 对不起 不知道你生病了 其实也不能全怪他 但我赌气的 没有完全接受他的歉意 不生病就可以随便拆遣吗 我的错 他意外的没有反驳 搞得我一时有点不适应 吃完宵夜打完点滴 他给我和学姐开了房间 我和学姐没带身份证 本来是打算在他那鸟窝工作室 凑合一碗的 为了缓和工作氛围 双方在两天后决定聚餐 陆成的学长把他一顿猛夸 人稀 我为上次的事 替陆成给你道歉 他这个人 做事向来追求完美和效率 所以有时候就过于较真了些 你多淡待 我喝了口茶 知道 毕竟是那种 为了化好颁报差点 在教室通宵的人 学长也抿了口茶 意味深长 你们俩这不挺熟的吗 陆成皮笑肉不笑 当然 有幸同班三年 陆成的学长恍惚半天后 回神 我说你小子怎么又突然 同意加入我的队伍了 是因为人稀吧 你们俩有故事 哈哈 不等陆成否认 我先笑出声 那你误会大了学长 我和陆成同学 就像飞鸟和鱼 山水不同路 陆成同学可是站在顶峰的人 我出不可及 对吧 陆成同学 我侧眼看去 陆成耳根有点红 我怀疑他喝到了假酒 果然 他阴瑟瑟地斜了我一眼 喝 顶峰 也不知道有什么可气的 他最后还咬牙 我没闻课声 那么有文采 还是那句话高攀不起 爬到顶峰都攀不起 且 彼此 敬而远之 一群人 那次聚会过后 我和陆成的关系 居然有点缓和 为了配合他们的工作需求 我周末连着两天 都泡在他们的工作室里 我和陆成也默契地 放下了过去那点不知名的恩怨 我建议他用哪些创意更吸引人 他都认真听完 再去比较 也会在产生困惑时询问我的看法 当然 我们还是会因为一些设计理念产生分歧 分歧时 依然毒舌相机 但感觉就是不一样了 就像今天 杨琪和仁月那两个闷葫芦官宣 他们俩给了我发了红包 请我喝喜酒 还叫我喝的时候 拍给他们看 于是我一身酒气地 去到陆成他们工作室 他们闻到酒气都来关心我 尤其是陆成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中彩票了 心情特别的好 给我讲笑话 又买这又买那 晚上还请我吃饭 回学校的时候下起了雨 他去超市买来伞 只剩一把了 挤一下把 我看着偌大的超市 但又找不到怀疑他的理由 那把伞很小 我们俩贴得很近 他怕我冷 还脱下自己的外套 披我身上 闻着他衣服上淡淡的青草香 还时不时碰撞到 他结实的胸膛 那种感觉真上头 很容易让人冲动 而我稍微离得远些时 那小子还还搂紧我的肩 过来点 别临到了 勾引 妥妥地勾引 回到寝室 我转斩难眠 他好像有点喜欢我 是不是在漫长的相处中 发现了我的魅力 我贼心不死 决定再喜欢他一次 毕竟有言有才 还有八块腹肌的帅哥 谁不想得到呢 既然跟谁谈都是谈 那就谈个帅的 还知根知底的 结果第二天 看到人家学妹 也披着人家的外套 嘿 又差点自取其辱 我劝告自己 绝对不能再对他动心 果然我是对的 不久 我们俩又因为 字体大小一点小事 爆发争吵 他说 我是甲方 你要尊重我 我冷吃 没眼光的甲方 他学长学弟 都认说我自由发挥 就他一个在那将 加上那几天 我莫名地 看他不顺眼 就很不想顺着他 他无奈认命 你自大你牛逼 笑死 看清我 拿顶峰相见 那种话来拒绝我的 不是他 不就笃定我 站不到跟他一样的高度吗 到底谁自大 眼看我就要输出 我的学姐和他的学长 拉开了我们 好不容易缓和的关系 再次不欢而散 好在我要去拍纪录片 暂时地退出了他们的项目 不久 听学姐说 陆晨也退出了 学姐偷笑 喜欢这种东西捂住嘴巴 也会从眼睛跑出来的 你们俩肯定有故事 你不想说就算了 能有啥故事 我的那点暗恋不值一提 我拍摄的题材是 底层人的生活 为了求真 我跟拍过工地上干活的大叔 背着孩子送外卖的单亲妈妈 也有抢救世外 撕心裂肺的家属 从小没看过这么多人间疾苦 我一度差点抑郁 学姐给了我鼓励 还陪我喝酒 我休息了两个周末 在图书馆遇到陆晨 我很忙 本来不想跟他打招呼的 但又不想那么没风度 瞎掰扯中 得知他要参加 国际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 我竖起大拇指 玩这么大 其实他参加过很多 含金量很高的竞赛 这不是第一次 他冷哼 彼此 出图书馆时 又下起了小雨 图书馆的雨伞还借完了 陆晨脱了他的风衣 举在头上 来不来 来 俩人撑着他的风衣 一路把我送到寝室楼下 我突然好奇 哎陆晨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人忽冷忽热的 他淡淡地瞥我一眼 你不容易得到的人 切 谁稀罕 后来 我的作品获了奖 他也在那次竞赛中 夺得冠军 因为他多次获奖 校方要给他做特访 于是我和拍摄组 在表彰大会结束后 去采访他 聊了一些他的心路历程 及一些知识会点 在自由问答缓解 我突然想起鼎峰相见那几个字 笑着调侃他 陆晨同学 你还记得在高考前几天 跟人有过约定吗 我以为他会想起来 自己说过的话 然后跟我握手言和 我们在这一刻和解 结果 他脸色阴沉地盯了我一会 咬牙切齿地说 赌约没有 被一个骗子耍了 在顶峰塔站了一夜 我憋着笑 有些幸灾乐祸 是吗 难怪你感冒了 唉 本来我也打算要去顶峰塔的 他表情越来越黑 仿佛要在我脸上 盯出一个洞 所以 为什么不去呢 啊 他还好意思问 那就别怪我 借机阴阳他 本来那天杨琪约我去的 这不巧了吗 我也被人骗了 那人叫我顶峰相见 我就跑去学习了 结果人家把我删了 我邪魅地看着他 想在他脸上 看到一丝羞愧 结果他拧着眉 脸更黑了 杨琪 所以 你一开始就没想过 跟我一起去 只在敷衍我 啊 我有点忙 我什么时候敷衍你 啊 还嘴硬 那天晚上约好了 晚上八点顶峰塔见 然后发朋友圈歌 我不是你 他还可怜巴巴地自嘲 也就我这傻子信了你 在顶峰塔 吹了一夜的暴风雨 我傻眼了 事情好像不太对劲 你不是说顶峰相见吗 谁跟你说顶峰相见 说完他猛地 抬起垂下的头 幡然醒悟 你那条朋友圈说的 不会是我吧 哈 对啊 吉尼可见 他脸绿了 又惊又喜 所以我约你顶峰塔见 你听成顶峰相见 我弱弱地点头 那你叫他猪的那人 是请来气我的 啊 不是啊 那是我弟 你你你弟 嗯 我堂弟 你不是认识他吗 还叫他小人哥 感觉他快碎了 满脸绝望 我是叫人家现任哥 现任哥 原来我真没耳鸣 他好笑又好气地 往自己脑门拍了一把 懊恼至极 拍摄组的学长和学弟 应该是实在忍不住了 放声大笑 我才恍然想起 这还在录像呢 这段掐掉 我哀求 学长 掐啥 让更多人见证 你们爱的较量 多好啊 先不录了 把空间留给 不算迟到的爱情 走时 学长还开玩笑 你们俩是怎么考上 我们学校的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和陆成对视了很久 两个人大笑 他突然温柔起来 想牵我的手 又不敢冒昧 他问 那人稀 我还可以追你吗 我想起那个 批他外套的学妹 他解释 别瞎想 人家有男朋友 而且当时他生理痛 就借用一下 我一个寡王 也没想那么多 他顿了顿 又有点惊喜 你那时候就开始吃醋了 所以才总来 找我查的吧 好吧 我承认确实有点 但我不说 只扫了一眼他的腹部 他瞬间明了 想摸腹肌 给你摸 那你让我追你 我虚咳了声 太快了 我不是那种人 他看出我嘴硬 直接抓起 我的手放在他腹部外面 隔着衣服 我蠢蠢欲动 偏偏他还勾引我 给你验货 这个说法可以 我干的就是这种 高风亮节的事情 我伸手摸了进去 不怪我惦记了那么多年 手感果真好 摸了腹肌 就得让我追你 行 他还真追 管了我的一日三餐 还送一堆礼物 跟其他人追求人的方式 没什么区别 学长把那段视频 剪了出来 挂到了新闻社团的账号上 我们俩再次爆火 视频底下一堆人评论 我就知道这俩人不对劲 笑死我了 这俩大学霸 如空大师和小路哥的爱情 他们故意学着那句小人歌 也叫陆成小路哥 后来陆成来陪我上课 一群人在那笑他 哟 小路哥又来了 下次我追女朋友 也叫人家顶峰相见 顺便一起拿奖 你不该来这的小路哥 赶紧去哄小舅子吧 陆成被调侃得无言以对 只能服我苦笑 其实他比谁都慌 就怕人越杀过来 摸了无数次腹肌后 陆成又勾引我 入秋了要不润润唇 干 给我又听错了 还以为入秋了要不要入洞房 不过看着他红润的双唇 我觉得润唇也是个好主意 两个人树荫下 亲得难舍难分 后来又在亲了无数次后 他拿出了银行卡 他说 腹肌什么的怕留不住人心 但努力赚钱一定可以 我还以为他就说说而已 结果一查吓一跳 同样的年纪 他钱多的可怕 你家有矿 我知道他家条件不错 但没想到这么丰厚 想继承吗 想 他又亲了过来 那拍个照 发个朋友圈 我们官宣了 当然屏蔽了任月和杨琪 主要任月吧 我也有点害怕 而且最近挺忙的 没空应付他们 但我知道陆成在偷偷练酒量 他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我一开始都不知道 直到有一次他不小心大醉 他社友把他送回他租的房子里 叫我去照顾他 本来昏睡不醒的人 半夜醒来看到我 很惊喜 用下巴在我脖子上蹭了蹭 你怎么来了 我赶着稿子 清扫他一眼 你室友叫我来的 他解释自己喝酒的行为 我忙着手中的活 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复他 是不是我没有魅力了 可能是我没怎么理他 他突然委屈巴巴来这么一句 还脱了自己的睡衣 又想修复机 结果脱完发现自己衣服被人换过了 谁帮我换的 我呀 我瞥了他一眼 他脸有点红 却藏着笑 你是不是看到什么了 我眨了眨双眼 很无辜地摇头 他加深了笑意 莫名其妙地 有点热 我去洗澡了 出来时 他浅围着浴巾 露出性感的人欲线 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生怕我看不到他 还跟我说 今天的水不一样 你要洗吗 神经 我也神经 还真信了 结果就是 有人挥汗如雨 有人挥泪如雨 寒假过年时 陆成约了人月 到外面赔罪 见面那天 人月的怨气 比冤魂还大 我就说 不可能无缘无故 被欺负吗 陆成一直给人月陪笑 都是我的错 任由小舅子惩罚 后来他帮人月 赢了两场球 还被人月灌吐了 人月才勉强 叫了他一声陆阁 想听我叫姐夫的话 还得喝一打 陆成甩甩头 试图让自己清醒 那必须喝 这姐夫我一定要当 我只好再劝人月 行了猪 已经倒在我肩上的陆成 突然抬起头来 老婆 能不能也叫我猪 给人月笑风也气风了 臭骂他不要脸 抢我姐就算了 还抢我名字 我有点感动 不过我跟人月的感情 是真好 毕竟从小到大 每次一起做错事 挨打的都是他 所以我喜欢跟他好 后来在我和陆成的婚礼上 也是人月哭得最惨 他拉着众多表兄弟姐妹 拦住上门接亲的陆成 看到这么多人了吧 抗不抗揍心里 自己有点数啊 陆成拿出自己准备的 一堆保证书 还亮出仅有几十块钱的余额 他们俩陷入了无声的对峙 攀比着谁对我更用心 我知道他们都是因为爱我 我很幸运 陆成抱着我 跟人月再次保证 会用医生去证明 我们会共赴山海 每一个顶峰都携手共进 陆成翻外 人稀又跟我告白了 还当着那么多学妹的面 这次他应该是认真的吧 上次跟我告白后 有人问他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他描述出来的特点 没有半点像我 而且后来也不怎么跟我说话了 我一度以为他不喜欢我 没想到他又告白了 他还是喜欢我的 可恶 被割了 约好的八点在顶峰塔见 老子想给他弄点惊喜 包了缆车 提前去布置 结果人家为了喜欢的男生 要努力学习 你知道那种 刚把场景布置好 还没开始就结束的心情吗 只能说 我该 那天其实是想去球场耍点帅 引他注意 让他改变心意的 结果 他亲尼的叫别人猪 我也想当那只猪 考上同一所大学 在预料之中 后来见证了他的努力和成就 也看到他哭了 找了他学姐 没找我 不要害怕呀 有人陪你一起前行 我会等你 最后知道真相 我什么也不想说了 只能说 我是珍珠 我认为你